你的意思是 如果《荒诞故事》的中下两册散落在地上 那么上册也应该在地上 毕竟三本书应该是放在一起的 严警官懂了点什么 这么说不太准确 应该说 就算三本书没有同时掉在地上 那上册也不该出现在 两本与它完全没有关系的书籍中间 宁夜纠正了一下严警官的说法 那这是怎么回事 李炫文问道 我想《荒诞故事》的上册也曾经掉在地上 然后张雨峰把它捡起来放回了书架 但他放错了位置 宁夜回答 放错位置 你不是说他可能有强迫症吗 他会放错 平时当然不会 但如果他刚刚被刺了一刀呢 他也有点紧张失措 书籍的封面很像 他搞混了 宁夜说道 刺了一刀 谁刺的 李炫文有点听猛了 当然是吕宝成刺的 否则还能有谁 宁夜沉生说道 啊 你是说 吕宝成刺了他一刀之后 因为两人的撕扯撞击 导致书籍散落在地上 然后等吕宝成走了 张雨峰还把吊在地上的书籍 给捡了起来 放回了书架 李炫文满脸愕然的 说出了宁夜想说的话 对 宁夜点头 不对啊 那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他那个时候还没死吗 况且 我从柜子里出来之后 看见地上的确是散落了不少书籍 他没捡起来啊 李炫文搞不懂了 他捡起来了 但书籍又一次掉在地上 这一次 张雨峰没能再捡起来 因为他死了 宁夜说道 这几个意思 吕宝成也听猛了 我想 凶手在布置现场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注意到 书籍的摆放问题 他只是要把之前的场景 进行一次还原而已 他只需要随便把书籍上的书 弄下来十几本即可 可他不知道的是 张雨峰在第一次 捡起书籍的时候 把这本叫做 《荒诞故事》的书 给放错了位置 导致这本书 显得非常突兀 而且 你们可以看一看 这本书的第32页 宁夜把《荒诞故事》的上册 从书架上取了出来 然后翻开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的第32页 页角处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血色印记 晚上就可以让警方 去检测一下这个 留在纸面上的血液 我想 得出的结果会证明 这个血液是张雨峰的 这就能说明 这本书沾了血之后 又被放回到了书架上 而且是在张雨峰 在受伤了之后 他才捡起了这本书 放回了书架 事情发展到这儿 大家伙对于宁夜的分析 有点似懂非懂 像是知道了什么 但又不太明确 书架上的书 一共掉落了两次 这说明了什么呢 现在 请各位背对着书房的门 然后告诉我 你们听到了什么 宁夜开始安排工作了 好 众人点头 照办 宁夜则是走到了书房的门口 不一会儿 背对着书房的严警官 李炫文 吕薄成 跟何院平都听到了 一阵明显的敲门声 你们听到了什么 宁夜的声音响起 敲门声 众人回答 是吗 那请你们回头看看 宁夜说道 众人回头 却看到了吃惊的一幕 书房的大门依然是敞开的 宁夜并没有站在门外 他站在了何院平藏的 那个金属大箱子里 宁夜用手 敲打着金属大箱子的内侧 发出了一声声 类似于敲门声的声音 这个金属大箱子 就摆在了书房门口的左侧 我想 大家应该知道 我要说什么了吧 如果有人藏在 这个金属大箱子里 他敲打箱子的内侧 那么会给人一种 有人敲门的错觉 大箱子摆放在书房的门口 敲打箱子的内侧 那声音的来源 自然也就是来自门口 听起来就跟有人在敲门一样 李炫文 那晚 被欺骗了 宁夜冷声说道 啊 李炫文大惊失色 他带着惊恐的神色 看向了站在身旁的何怨平 那如果没人再敲门 李炫文又怎么能够听到 吕薄成与张雨峰的争吵呢 严谨官立马问道 很简单 他听到的是录音 宁夜给出答案 录音 现在 我给大家重新梳理一遍11号那晚 你们所有人进入书房的时间顺序 这一切只是我的推测 你们先听听看吧 以下 是宁夜推测的时间线 第一个进入书房的人 未知 这个人与钱家亮一起待在浴室里 看着钱家亮死亡 第三个进入书房的人 是何怨平 时间未知 第四个进入书房的人 是吕薄成 时间 仍旧未知 吕薄成进入书房后 何怨平已经躲了起来 他看到了 也听到了吕薄成与张雨峰的争吵 并且 用手机将这个过程录了下来 吕薄成逃走 时间依然未知 书房里 剩下张雨峰跟何怨平 这个时候 丢落在地上的书籍 被张雨峰捡了起来 9点30分 李炫文来了 何怨平躲入书房门口的大箱子里 9点40分 敲门声响起 李炫文躲入柜子 张雨峰去开门 这时 当张雨峰走到书房门口去开门的时候 发现门外没人 因为敲门的人 是何怨平 藏在金属箱子里的何怨平 从箱子里悄然走出来 在张雨峰转身的那一瞬间 拿着他悄悄收入口袋里的水果刀 一刀 刺向了张雨峰的心脏 接着 何怨平打开手机 一边播放吕薄成与张雨峰的争吵声 一边拖着张雨峰的尸体 将他拖到了书桌旁 放好 何怨平一个人自导自演 开始布置现场 他发出打斗声 并且将书架上的书 再一次丢在了地上 这一切 自然是演给李炫文看的 因为他需要一个人来证明 吕薄成杀死了张雨峰 做完一切之后 他将地板上拖拽的血迹擦干净 然后再一次躲入金属箱子里 以上 便是宁业的全部推测 好 好啊 真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你可真会胡说八道 听完了宁业的话 何怨平却冷笑了起来 第一 你说我录音了 那请问录音在哪 何怨平开始跟宁业兑现了 你当然删掉了 那我请求警方的技术人员 对我的手机进行检测 被删掉的数据也是可以还原的 不一定 你是高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你有的是办法彻底消除数据 行 那 第二 既然我冒充吕薄成杀到了张雨峰 那我为什么还要藏进箱子里 我为什么不直接离开 何怨平抛出第二个问题 你要假戏真做 在你不知道警方会怎么查 这起案子的前提下 那么李炫文会证明 他看到张雨峰死的时候 你还在箱子里 因为你的确是最后一个离开 那份监控是你寄给警方的吧 同时 你也可以让自己的供词 与李炫文的供词达成一致 一起指证吕薄成 如果直接离开了 那么你就无法对警方说 你听到了吕薄成与张雨峰的争吵打斗 你必须在李炫文之后离开 这才说得通 宁业说道 什么监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过 这些都不算什么 我就想问你 吕薄成说自己是9点40分进入书房的 你却说他进入书房的时间未知 而且 是在李炫文之前 在我之后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吕薄成自己还能记错 自己进入书房的时间 何怨平问道 他没记错 但他的时间是错的 这一点 得让吕薄成自己来说 宁业看向了吕薄成 这个问题 如果吕薄成自己不解释 那么宁业的一切推断就被推翻了 我 我不知道啊 吕薄成很茫然 那晚 你说你喝了酒对吧 是你一个人喝的吗 有没有人跟你一起 这个人 他是否动过你的手机时间 宁业开始引导吕薄成 这个 吕薄成迟疑了 你在担心什么 如果你还有所隐瞒 那么 此案的凶手 就是你没跑了 宁业怒目而逝 给足了吕薄成压力 我说 我说 那晚 的确是有一个人在跟我喝酒 这个人 是我在赌场认识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名字是什么 11号那晚 我跟他在喝酒 喝大了 他告诉我 如果想要搞到钱 那么就可以去找张宇峰要钱 现在张宇峰已经拿下了钱 加量的大单子 有的是钱 我心想也是 我手里有张宇峰的把柄黑料 而且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 我不怕他 我得去找他要钱 于是 喝完了酒 我就去找张宇峰了 我记得我看了时间的 是9点40分没错 你说我的手机时间被动过了 我自己也不清楚 那天 那个人好像是拿过我的手机 吕薄成终于把一切都给料了 显然 这个人就是何怨平指派的 这一切 都是何怨平的阴谋 李炫文 你说11号那天 你的丈夫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拿到了 你跟张宇峰有私情的证据 然后要闹 你不得已才去找张宇峰商量 我想 是有人告诉你的丈夫 张宇峰跟你有私情 而这个人 也是何怨平 何怨平暗地里掌控了你们的一切行踪 他也知道张宇峰书房里的布置 我想 他在张宇峰的书房里踩过点了 知道里面的布置 他知道如果李炫文听到敲门声 大概率会藏进柜子里 他已经计划好了一切 那天 张宇峰找何怨平商量 科技迷城的项目 张宇峰的目的是杀人 巧了 何怨平也打算借此机会 干掉张宇峰 宁夜说道 你可真是搞笑啊 就算我控制了他们的行踪 那我怎么控制吕薄城赐张宇峰一刀 我能预先知道这个 何怨平有点不淡定了 不需要知道 甚至不需要赐一刀 你只需要录音录到他们争吵即可 然后杀人的后续一切你来完成 就算没有那一刀 但他们发生争吵这件事情 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然后李炫文会听见 并且看见张宇峰的确死了 在你的计划里 没有吕薄城的那一刀 如果没有这一刀 那么水果刀上就不会留下吕薄城的指纹 水果刀就不会是凶器 可你自己就带了一把新的刀 杀人之后把刀带走就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吕薄城就不会承认自己杀人 他没有出刀 但他能解释得清楚吗 他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而事实上 吕薄城竟然刺了张宇峰一刀 那对于你来说就更好了 一切就变得更为合理 宁业说道 你可真会编故事啊 但空口无凭 你凭什么说是我杀了张宇峰 况且 我杀他的动机是什么 何怨平还在挣扎 我们已经从张宇峰的秘书口里得知 他其实知道 你所制造的那个虚拟现实的头盔 存在技术问题 并且他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张宇峰站出来指出你的问题 那么你就完蛋了 你明知道你的技术存在纰漏 但你仍然把它推向市场 让无辜者死亡 如此罪名 你担当得起吗 张宇峰那晚找你 让你带着你的技术团队加入 其实只是个幌子 他不仅有你的把柄 他还打算干掉你 因为你 就是货车事件里 偷走了货车司机货物的人 你才是导致林宇峰一家人死亡的罪魁祸首 宁业指着何怨平的鼻子 大声喝道 少在这里吓唬我了 你说的这一切 有证据吗 何怨平根本不认 你想要证据是吗 会有的 所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面对宁业的推测 何怨平也无法辩解 他只能一口咬死宁业没有证据 可宁业的态度十分强硬 虽然没有证据 但宁业却告诉严警官 目前何怨平是嫌疑最大的人 先抓了 抓了之后 严审 严警官其实是很犹豫的 但他看到宁业如此坚定 便也听了宁业的话 把何怨平给抓走了 散了吧 在何怨平被抓走之后 宁业告诉众人 可以散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严警官抓住宁业的肩膀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现在别说 也别问 明天早上八点 说完这话 宁业又贴近严警官耳边 小声说了一句 好好审问何怨平吧 他罪有应得 而且他面临杀人罪过 他的心理防线会变得薄弱 把他犯下的罪 统统问出来吧 说完这话之后 宁业就离开了别墅 严警官没有追问宁业 他想了想 也大概懂了宁业的意思 次日 清晨八点 宁业的书店已经开门了 他坐在书店的柜台上 吹着新风扇带来的清风 感到无比的凉爽 一辆车驶入平海区 何元街道 停在书店旁 严警官从车内走了下来 喝点 又是一罐冰镇啤酒丢了过来 行 宁业接过啤酒 这风扇可还喜欢 严警官进入书店 看了看新装上的风扇 喜欢 比我那破风扇好使多了 宁业微微一笑 喜欢就好 跟你说一下何怨平的事吧 省了一天一夜 何怨平该撂的都撂了 包括他之前做的那些坏事 他也告诉我们 他就是货车事件里的小偷 但 他始终不愿意承认 他杀死了张宇峰 严警官坐下 他当然不会承认 宁业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你知道他不会承认 严警官问道 他承不承认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终于体会到了 被人诬陷的滋味 他终于知道 疑似 好像 可能性最高 最合理 这些词的杀伤力 当年 是他偷走了货车司机的货物 但他却藏在了暗处 把这个罪名丢给了张宇峰一家人 现在 我也会让他感受这种滋味 昨天 我特意看了一下网络上的报道 不出所料 李炫文又开始在网上爆料了 这一次 他还是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名字叫做 《救赎》 其内容 把货车事件 以及张宇峰被杀事件 统统与何怨平扯上了关系 虽然他还是没有提到 何怨平是凶手 但大家都在说 何怨平的嫌疑最大 我想 死去的张宇峰 如果看到了这一幕 他该感到欣慰了 宁业举起啤酒 想要跟严警官碰一个 但严警官却没有回应宁业的动作 你是在让李炫文去引导舆论 知道吗 你明知道何怨平不是凶手 为什么还要刻意让我抓了他 你的这种行为是不合规矩的 现在这事在网络上闹得很大 我已经背上头骂个狗血喷头 严警官冷了一张脸 那天 你听了我的分析 你心里也有很多疑问 你敏感地察觉到 何怨平可能不是凶手 但你依然选择相信我 或者说 其实你也想让何怨平遭到报应 不是吗 宁业笑了笑 举着酒瓶的手依然没有放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何怨平的嫌疑的确最大 我是按章程办事的 严警官看了看宁业 终是拿起酒瓶与宁业碰了一下 我也在按照章程办事 按照张宇峰的章程 宁业说道 那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张宇峰究竟是怎么死的 严警官问道 严警官 那天我们去废品站 我问了收废品的人 十几年前 三块板销 七条防盗链 两袋螺丝 六根不锈钢短管 以及三根用来制作铁栅栏的铁棍子 可以卖到多少钱 废品站的老板 给我们的回答是 给看情况 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完好无损的 且是崭新的 那么可以卖到三十块左右 当时你应该就已经想到了 那个偷拿了货车司机货物的人 他把这些东西卖给了收废品的人 价格是三十二块六毛 三十二块六毛 对于那个小偷来说 也许是一笔意外之财 他可以拿着这笔钱 吃几顿好的 或者买几件新衣服 但对于张宇峰一家人来说 三十二块六毛 是生命的价值 这太轻了不是吗 宁业没有正面回答严谨官的问题 而是提起了这个 那个年代 经常有人偷铁偷器材去卖 我曾经接到过报案 有一家人的铁窗户 夜里被人给锯断 拿走卖掉了 也有人在建新房子的时候 钢筋被偷了 这些事 在那个旧时代 真的不少见 何远平从小就有着 小偷小摸的习惯 对于他来说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 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严谨官接着说道 不知道 搞笑 难道他没有看到 张宇峰一家人的遭遇吗 我觉得 他甚至可能会在背后偷笑 暗自窃喜 看 有人替我背了黑锅呢 就从这开始 何远平便有了成为 江阳大道的前置 他开始觉得 这事来钱快 便走上了偷到诈骗的不归路 他倒是活得滋润 但他又何曾想过 张宇峰一家人的境遇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 我想 如果我们不说出真相 那么何远平会不会被判死刑呢 这是我乐意看到的 我是诬陷了他 我就是要让他面对 我的指认哑口无言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这种滋味 但 我还是决定把真相 或者说 最符合逻辑的事实告诉你 因为何远平即便不死 他也没好日子过了 所有牵扯到这起案件的人 都不会好过 这是张宇峰的目的 我只是替他写完他的故事 我无权 也不会对他的故事 进行任何的修改 宁业说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严警官问道 严警官 你应该也想到了那种可能性吧 把你内心所想的 最荒诞的可能性说出来 那就是事实啊 就像是书架上的那本书一样 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 什么叫做荒诞故事 这个故事的核心主线 是由沈佑 张希月 以及宁业自己来书写的 现在是否可以思考一下 沈佑跟张希月的故事核心是什么呢 他们两个在看到 就沈给出的命题之后 他们会写下怎样的文字 其实也不难想 张希月写的故事核心 简单概括就是一句话 凶手投案自首 张希月这么写 那么这起案件 似乎不用去查 就已经侦破了 这是他为宁业打下的铺垫 让宁业在进入游戏的时候 能够更加容易的通过这个游戏 经过旧神的判定 结合故事的合理性 旧神把凶手投案自首这件事情 表现在吕薄城身上 因此游戏一开始 严警官就告诉宁业 凶手投案自首了 那么 沈佑又写了什么呢 昨天我的分析 90%都是真话 虽然我在刻意的把凶手 往何怨平身上引 但其实有很多地方站不住脚 经不起严格的推敲 第一 录音 何怨平如果要录音 把折扣 第二 如果他杀了张宇峰 其实他是可以直接离开的 不必躲入箱子里 因为他要是凶手 那么监控就是他破坏的 他知道警方没有监控 无法判断出 究竟是谁最后一个离开书房的 第三 你们收到的那份监控 我觉得应该不是何怨平记的 这一点 需要你们去排查了 第四 我说是何怨平告诉了李炫文的丈夫 他跟张宇峰有私情 这一点 其实我也拿不出证据 我就是诬陷何怨平 因为他也没有证据证明 自己没做过 第五 我说何怨平掌控了李炫文跟吕薄成的行踪 但这也没证据 且并不合理 最不合理的一点就是 何怨平怎么会知道 吕薄成与张宇峰一定发生冲突 万一张宇峰怕吕薄成发疯了 把他的黑料都给抖了出去 他答应了吕薄成的一切要求呢 那吕薄成就不会跟张宇峰发生争吵 更不可能刺他一刀 这是不可控的 因此 何怨平就没有办法提前布置好自己的一切计划 他没有理由派一个神秘人去跟吕薄成喝酒 并且改动了吕薄成的手机事件 最后 何怨平杀死张宇峰的动机 的确不明显 以上种种 只能说何怨平的嫌疑很大 但其实没办法指证他就是凶手 严警官 如果以上种种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么你觉得 到底是谁来做这一切是最合理的呢 宁业轻声问道 现在是我在问你 严警官拒绝回答 第一 录音 已知吕薄成跟张宇峰发生了争吵 这是事实 那么 谁能够把这个录音录得完整且真实 谁最有条件去做这件事情 吕薄成一定跟张宇峰发生争吵 谁可以保证 张宇峰不答应吕薄成的一切要求 并且在言语之间 疯狂地嘲讽吕薄成 激起吕薄成的愤怒 让吕薄成失去理智 第三 那把水果刀的出现 是有点奇怪的不是吗 吕薄成去找张宇峰 他可不是奔着杀人商人去的 他就是去要钱的 他身上没带任何凶器 巧了 书房的书桌上 摆着一盘水果 水果盘里就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这项是给吕薄成准备的 谁能提前准备这个 第四 是谁最清楚 李炫文跟张宇峰之间有奸情 除了李炫文他自己之外 还能有谁呢 这个人 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李炫文的丈夫 让李炫文不得不来找张宇峰 究竟是谁最有可能掌控 进入书房里所有人的时间与顺序 明白这一切的人 才能提前去修改吕薄成的手机时间 而那一台表演给李炫文看的独角戏 是谁在演唱 谁才是那个站在这个 象征着死亡的舞台上的人 是谁可以把书籍摆放的顺序弄乱的 是谁给了我们提示 让我们把矛头指向何怨平 谁可以让何怨平精准的 藏入门口的大箱子 而不是躲入李炫文所在的那个柜子呢 戏台上的绝唱 谁在低语轻吟 随着幕布的落下 曲终人散 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他的尸体 命夜轻声说道 严警官沉默了 他其实也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最明显的一点是什么呢 根据警方对书房内的所有物件 进行了技术鉴定之后 可以得知 何怨平所藏的那个金属大箱子 只能从外边打开 如果要从里面打开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 当李炫文打开他的那个密室柜子的时候 金属大箱子也会被打开 两个密闭的物体的开关是连接在一起的 经过鉴定得知 何怨平藏的那个金属大箱子 在昨晚 的确是被李炫文所操控的密码所给打开过 这个开关是触发过的 这足以说明 何怨平藏入金属大箱子里的时候 他的确把门给关死了 他出不来 严警官看过技术鉴定报告 他很清楚这一点 在宁业指认何怨平 说何怨平有可能没把大箱子的门给关死的时候 严警官就知道 宁业撒谎了 宁业在诬陷何怨平 但严警官没有把事情给点破 他本想跟宁业聊一聊 但宁业却让他明天再来找他 你想说 张宇峰是自杀的对吗 他用自己的死来诬陷何怨平 那天 何怨平以及李炫文听到的 是张宇峰播放的录音 现在的布置也是他自己布置的 然后 他拿起那把沾着吕薄成指纹的匕首 捅向了自己的心脏 何怨平跟李炫文 是他挑选的听众 他的绝唱 要通过这两个人的嘴巴传递出去 是吗 沉默半赏之后 严警官问道 是 他已经杀掉了钱家亮 这个直接导致他妹妹死亡的凶手 但他的复仇还没有结束 他还要让其他人付出相应的代价 没有人能够在他的计划里反杀他 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宁业说道 那你告诉我 那敲门声是怎么回事 当时 李炫文听到了敲门声 躲入柜子 如果敲门声 不是何怨平躲在金属箱子里 所发出的假象 那敲门声从何而来 张宇峰是不可能去敲门的 严警官抓住了很关键的一点 这个 得你们去查了 敲门声的确有 那么只能说明 门外 有人在敲门 这个人是谁 我想 他就是那个寄给你们监控的神秘人 同时 他也是那个跟吕薄成喝酒 怂恿吕薄成 去找张宇峰要钱 并且改掉吕薄成手机时间的人 张宇峰不是一个人在复仇 他还有一个帮手 宁业说道 这个神秘人究竟是谁呢 暂时没有答案 但沈佑所写的故事核心 有了答案 沈佑写的故事 核心概括一下就是 死者是自杀的 沈佑的想法很是天真啊 他想 死者 或者说凶手他自杀了 那这个案子就不用查了呀 这个宁业带来了多大的便利 他跟张希月 都是抱着给宁业扫清障碍的想法 来书写故事的 但当两个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事情就变得荒诞了起来 这就是荒诞故事 严警官走了 他说警方查到了 那个寄出监控的神秘人的线索 他要回去看看 走之前 严警官说如果抓到了这个神秘人 会给宁业说一声的 游戏尚未结束 因为凶手还没有被抓住 或者说警方还未公布这个消息 宁业拿着手机 看着网络上的热评 受到舆论影响最大的三个人 就是李炫文 吕薄成 以及何怨平 这是张宇峰的目的 他也根本就没打算杀死这三个人 他只是要让他们也尝一尝 林宇峰一家人曾经遭到过的苦难 说回11号那天 吕薄成刺了张宇峰一刀之后 张宇峰洋装受伤倒地 吕薄成离开 这个时候 钱家亮跟另外一个 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的人一起 待在了浴室里 张宇峰稍稍擦干一下胸前的血迹 将外衣拉紧 遮住伤口 接着 将掉落的书籍摆放回书架 并且刻意摆错一本 然后 何怨平来了 接着是李炫文 当敲门声响起之后 李炫文躲入柜子 张宇峰去开门 她的确也打开了门 且与门外的人对视了一眼 接着 张宇峰播放早就已经录好的录音 自导自演了一出 被吕薄成杀死的戏码 10点25分 李炫文从柜子里出来 拍视频 10点28离开 当李炫文打开自己的柜子时 何怨平所藏的那个金属大箱子也打开了 但何怨平没敢先离开 他得等到李炫文离开之后 他才能走 10点30 何怨平离开 被神秘人的拍下他离开的场景 这个时候 别墅书房里 还剩下三个人 其中 两具尸体 一个活人 尸体是张宇峰以及钱家亮 而活人 则是一个叫做陈宇莲的女人 她被张宇峰引导进入浴室 且被关死在里面 屏蔽了一切的通讯手段 陈宇莲后来是怎么离开的呢 浴室的门是怎么打开的 这个 就是那位在背后帮助张宇峰的神秘人打开的 她究竟是进入过书房 但没留下足迹 还是通过远程操控 打开了浴室的门 这一点 未知 找到这个神秘人 那么一切问题就能揭晓了 中午12点 严警官给宁业来了个电话 给你说两个事 第一 那个在浴室里的人 自首了 她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这几天一直备受煎熬 网上关于这事又传得沸沸扬扬的 她老公劝了她几天时间 她便决定自首 这个女人叫做陈宇莲 多年前曾经跟钱家亮有过一段恋情 撞死张宇峰妹妹的那天雨夜 她的确在车上 刚在警局里 她说那晚钱家亮 不仅喝酒还吸毒 都过量了 这才造成了悲惨的车祸事件 第二个事 我们通过道路监控的排查 找到了那个寄给我们监控视频的人 但可惜的是 没拍到正脸 这人具体是谁 我们已经派人去查了 暂时没有结果 我发一段视频给你吧 你也看看 若是有什么新发现 即是告诉我 严警官发了一段 只有十几秒钟的视频给宁业 视频内 可以看到在某个公园的门口 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 交给了一个小男孩一个包裹 这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 戴着面罩与鸭舌帽 根本看不到正脸 看到了视频的开头 宁业的确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没有任何线索指向这个男人是谁 但随着男人的一个转身 宁业的瞳孔猛的一缩 男人将包裹交给小男孩之后 抓了一把钱给他 抓前的手戴着手套 做完这一切之后 男人转身离开 这宁业死死的盯着视频内的男人 看到了他走路时候的模样 一瘸一拐 他的左腿有问题 宁业立刻就想到了一个人 又把视频看了好几遍之后 宁业却依然看不出 这个黑衣男到底是谁 马上给严警官打了个电话 严警官抓到 基监控视频的那个人了吗 宁业问道 大哥 我刚电话里不是跟你说过吗 没抓着 正查呢 才过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你又问一次 你健忘啊 接到电话的严警官 觉得莫名其妙 那你知不知道 张宇丰一家人 从新谷市离开之后 他们搬到哪去了 宁业接着问道 这个我倒是没怎么注意 你想知道啊 等着 别挂电话 我现在就给你查查 行 拿着手机 宁业内心却逐渐焦急 他觉得 等会儿自己恐怕 会从严警官的嘴里 听到了那个熟悉的词了 宁业 在听吗 不一会儿 严警官的声音 再一次从电话里响起 在 我查到了 车祸之后 张宇丰跟他的母亲 就搬到了一个 叫做旧和的地方去了 大概两年之后吧 张宇丰的母亲也病故了 张宇丰是一个人在旧和长大的 大学毕业之后 他重新回到新谷市 开启了自己的科技成功之路 严警官说道 果然是旧和 严警官 你马上去查一个叫做时 宁业急急忙忙的刚想说点什么 但他的话却只能说到这里 游戏结束 恭喜你成功的通过了 荒诞故事这个游戏 鉴于你在游戏里的表现 就神级与满分的评价 你携带了起伏令牌 且在任意轨迹难度满分通过 特此奖励一幅特殊画卷 游戏奖励已经发放 请查收 这是宁业打的第一个 轨迹难度的游戏 比较幸运的是 游戏内并未出现任何强大的怪物 看看游戏的奖励吧 积分 30 翻倍 即是60积分 两张卡牌奖励 第一张 名称 运水珠 阶段 5 属性 可用于觉醒七星关大弟子 基础五行之力中的水属性 信息 一颗蕴藏着神秘水属性力量的宝珠 第二张 名称 风神令 阶段 5 属性 可用于觉醒七星关大弟子 额外气象属性中的风属性 信息 聚集风神之力的特殊令牌 以上便是全部奖励 这次奖励的两张卡牌 全都跟七星关大弟子的特殊属性有关系 目前宁业已经拿到了五种属性之力 只差最后的金属性与土属性了 荒诞游戏结束之后 宁业回到了梁城 依旧是河岸旁 那位老妇人的鱼楼里 已经装满了鱼 能够活着离开游戏 而且通过游戏的时间很短 看样子 你的确还算是有点本事 老妇人重新打量了宁业几眼 活着 你什么意思 救神的游戏 若是失败了 也不会直接处死玩家的不是吗 宁业有点诧异 哼 那是现在的规则 以前 可比这残酷的多 老妇人冷笑了一声 以前 那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宁业问道 别急 你的事还没结束呢 恰好你赶上了 左恩与曼斯的金婚 那么 我想请你猜一猜 他们之间的故事 究竟是怎样的 我可以给你说一说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后 你给我一个故事的结局 接下来 老妇人简要地说明了一下 左恩与曼斯的故事 关于这两个人的婚姻 正如在酒吧里 左恩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富家公子 与普通女孩的婚姻 婚后 曼斯就展现出了 极强的商业天赋 渐渐地就把左恩家族的事业 统统掌控在自己手里 导致左恩被架空 如同一具傀儡 若是如此也就罢了 但曼斯太太有了外遇 这 似乎也不是什么 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 同时呢 左恩也有了外遇 这俩夫妻貌合神离 可以说是个玩个的 但时间长了 双方都对对方感到不满 最好的解决方式 就是离婚 但 双方又都不太愿意离婚 曼斯太太 依旧需要左恩家族的声誉 来为自己带来便利 他虽然已经掌握了家族生意 但依然是打着左恩家族的名头 这块老子招牌很好用 如果离婚 会造成很大的生育损失 要是再等上个三五年 等到自己已经彻底把控住一切 可以脱离左恩家族独自做大的时候 离婚才是最好的时机 但曼斯等不及了 他对左恩根本就没有任何感情可言 左恩就更加不想离婚了 离婚之后 涉及到财产分割 他怎么可能甘心呢 于是 要解决掉眼前的困境 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那就是干掉对方 左恩死了 作为左恩家族的遗孀 曼斯太太照样 可以拿起左恩家族这块古老的招牌 不影响他失业 曼斯死了 那左恩就更开心了 他可以接手 被曼斯发展起来的所有家族企业 再次成为左恩家族的掌舵者 继续自己的逍遥生活 那 他们两个的计划 分别是什么呢 他们找到了这位老妇人 并且将自己的想法 说给了老妇人听 这是梁城里的一个传说 传说 老妇人是个喜欢听故事的人 如果你的故事很有趣 让他感到满意 那么 他就会把你的故事变为现实 左恩跟曼斯都找到了这个老妇人 并且将他们的杀人计划 当成一个故事 说给了老妇人听 与此同时 在梁城里 还有一个人也找到了老妇人 此人是梁城内的 一位臭名昭著的杀手 他也讲了一个故事 给老妇人听 对于这三个人的故事 老妇人都不太满意 但他觉得 如果把三个人所说的东西结合一下 也许会是一个令他满意的故事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左恩跟曼斯都打算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杀死对方 但左恩没死 曼斯也没死 那个杀手 他也一直逍遥法外 如此 你能不能就我所说的内容 编造出一个故事来告诉我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老妇人说道 明夜陷入沉思 大概五分钟后 他的故事编好了 你说他们打算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上杀死对方 那么 在我编造的故事里 参与宴会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其中 包括一名探长 明夜先给出一个开头 接着说 左恩与曼斯的计划是一样的 他们打算冒充这个臭名昭著的杀手来作案 两人先是都雇佣了一名普通杀手 打算在宴会进行的时候 把对方先秘密约到了普通杀手所在的指定地点 杀死对方 然后 把现场布置成为那名臭名昭著杀手犯案的现场 比如留下一个特有的标记什么的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杀手干的 这种做法的好处 就是让人一下子就会怀疑到臭名昭著的杀手身上 而不会怀疑其他 宴会开始之后 左恩跟曼斯就找了一个理由告诉对方 让他们去杀手所在的指定地点等待 只要他们去了 那么他们就会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杀手干掉 但俩人都没去 因为俩人都需要一个不在场证明 他们都必须待在宴会上 但为了假意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俩人又只能潜入人群 让对方看不见自己 不过他们的身旁有其他参与宴会的客人 可以证明他们不在场 其结果就是 左恩与曼斯都没有去到指定的地点 他们雇佣的两名普通杀手 都没等到目标到来 就在这个时候 探长接到了一个好消息 他告诉大家 那个在梁城内臭名昭著的杀手 在几个小时之前已经被警方发现在抓捕过程中 因为杀手开枪反抗 不得已 警方选择开枪将其击毙 这对梁城的人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但对于左恩与曼斯来说 那就是犹如是晴天霹雳一般 在他们的计划里 他们是安排人杀死对方 然后伪装成为这个臭名昭著的杀手干掉的 可杀手在几个小时之前就死了 现在又怎么能出现在宴会上杀人呢 这就露馅了 左恩跟曼斯都知道 这个时候 他们的计划应该已经成功了 左恩认为曼斯已经死了 同样 曼斯以为左恩也死了 而且现场都已经布置好了 很快就会被人给发现的 怎么办 俩人集中生智 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他们悄然从人群中离去 然后选择扮演成为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杀手 梁城的宴会 不都流行化能装搞假面吗 他们两个就打算在这个宴会上 冒充臭名昭著的杀手 以此来证明被警方杀死的那个人 以农装与假面为掩盖 并将自己的声音刻意变得很快 在众目睽睽之下 声明自己才是臭名昭著的杀手 可两个人同时出现 除了大家伙都惊呆之外 他们两个也惊呆了 于是 这夫妻俩只能在情急之下 互相给对方兜底 说其实杀手一直都不止一个人 警方杀掉的那个 只是其一 他们的团伙一直都有三个人 做完这一切之后 两人自然是同时离开 再离开了宴会 远离了人群之后 两人同时摘下面具 然后两个人再一次惊呆 当佐恩与曼斯 看到了面具下的对方之后 也都互相懂了对方的意图 这俩人也真是天生一对 如此荒诞 他们两个都知道了彼此的秘密 也就互相安分了下来 日子照样过 各过各的 一直到了现在 我猜 那个臭名昭著的杀手 给你的故事里 他是想让自己有一个替身吧 让替身死掉 自己脱身 当三个人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就是如此荒诞 宁业简单的 将自己编好的故事说了出来 你可真有意思 那请你告诉我 现在为什么佐恩要杀掉曼斯 而且 他还敢明目张胆地告诉你们三个 老夫人听完宁业编造的故事 嘿嘿一笑 我是这么猜测的 今婚是50年 算算日子 那个一直逍遥法外的 真正的臭名昭著的杀手 也已经老了 快死了 我姑且认为他已经死了 而他的家人 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 他是杀手 于是报了警 但问题是 因为佐恩与曼斯 又假扮成为臭名昭著的杀手 所以导致人们认为 杀手一共有三个人 第一个 早在几十年前就被警方杀死 另外两个从宴会上逃走之后 就一直没有消息了 现在又死了一个 那么就还剩下最后一个了 这最后一个是谁呢 不知道 但大家知道的是 剩下的最后一个杀手 是个女人 因为那天从宴会上逃走的 是一男一女 是佐恩与曼斯 这是大家都看到的 现在死了一个男人 那剩下的 不就是个女人了吗 佐恩杀死曼斯 且将曼斯扮演成杀手 那就让这个三人组的杀手团伙 彻底团灭 他也能彻底安心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推测就是 那个臭名昭著的杀手之后 还犯过案 这让佐恩与曼斯都很震惊 他们意识到 也许那个杀手 其实真的没死 于是 佐恩跟曼斯便商量好了 他们之所以能够一直和平相处 也是因为彼此之间都有一个赌局 如果那个臭名昭著的杀手 真的没死 那么一旦这个杀手被抓住了 他必定判处死刑 到时候 佐恩跟曼斯两个人中的某一个人 就假扮杀手团伙自杀 以此来向世人证明 杀手团队的确还有两个人 那 究竟是谁来完成这一场自杀的戏码呢 那就要看 真正的杀手 他究竟是男是女了 是男的 那么自杀的人就是曼斯 是女的 那么自杀的人就是佐恩 因为他们要保证 杀人团队是一男一女 因为宴会上逃走的 就是一男一女 这是他们之间的赌局 他们都要杀死对方 但两人同时失败 且目的又都被对方给知晓了 也同时扮演了杀手 于是 他们打算来一场公平的死亡赌局 当然 如果真正的杀手 一直都没有被抓 或者说真正的杀手 其实已经死了 那么 他们两个自然相安无事 赌局 也就不存在了 这两夫妻之间的故事 那才是真正的荒诞 对于宁夜所编造的这个故事 老夫人已经给过评价了 听完了宁夜的说说之后 老夫人拿起那个装满了鱼的鱼篓 然后将鱼篓里的鱼 统统又倒回到了河里 你这是 宁夜这话刚一问出口 话未说完 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那些鱼儿在跳出鱼篓之后 沉闷的撞击声 像是撞击到了 某种坚硬的物体一般 宁夜转眼一看 发现这凉水和河域不知何时 竟然变成了一条干河的河流 那奔流而去的河水瞬息之间 竟然就消失掉了 宽大的河域露出了 被黄泥覆盖而均裂的河床 如同干旱多年一般 连裸露在石头上的青苔水草 都好似枯萎的皮囊一样 干巴巴的趴在上面 这宁夜又一次语色 进入凉城之后 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包括所谓的良城 其实也不存在 它只不过是古人意想之中的 黄粱一梦罢了 老夫人轻声说道 什么意思 你也没懂 旧神的游戏所出现的时间 其实远超你的想象 它不是近代的产物 而是在古时候就已经存在了 我之前跟你说过 旧神的游戏 它的规则曾经是十分残酷的 一旦游戏失败 那么等待玩家的下场就是死亡 但你应该感到庆幸 因为你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 旧神的游戏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 其规则更改多次 最终确定为 如果游戏失败 则遭到审法 这个规则让玩家们 不会因为游戏失败而导致死亡 对于接触到旧神游戏的人类来说 那就是神的恩赐了 老夫人说道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你是谁 宁夜问道 我 我只是这个废弃服务器里 被遗忘的一个人罢了 如我之前所说 旧神的游戏出现的时间很早 选中了一批人参与游戏 而游戏的虚拟场景 其实就是建设在这里的 梁城算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器 你可以将之理解为 旧神一开始是选择了一批人 在梁城内进行游戏的内测 后来 旧神的游戏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 这个小小的服务器就作废了 我是被旧神遗忘的一个人 待在这个废弃的服务器里 暗自度日 你所看到的一切 都是我利用服务器残存的功能 所制作出来的 这里虽然被弃用了 但它的功能还在 我就是梁城里的游戏管理员 我依然可以利用 旧时代的游戏规则来制作游戏 你参与的那个荒诞故事 就是我设计的 老夫人回答 哦 那你可以强制让我参与游戏对吗 现在旧神的规则是 不强制玩家参与游戏 除了全民参与的城市争霸赛之外 宁业问道 荒诞故事这个游戏 可不是宁业主动参与的 这与现在的旧神规则相违背 对 这也是旧时代的规则 我说了 旧神的游戏规则 曾经是很残酷的 可以强制玩家参与游戏 现在嘛 你们倒是有了自主选择的机会 但在这里 规则还是旧的 因此我可以强制让你参与游戏 不需要你的同意 老夫人点头 既然你说你是梁城内的游戏管理者 那么你应该也是旧神的一员吧 能告诉我 你们究竟是什么生物吗 为什么你们的力量 会以游戏的方式降临在这颗星球上 宁业接着问道 哦 你可太高看我了 我不是神 更不是什么就神的一员 对于神的力量 我是无法窥探其根本的 就神的游戏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颗星球上 那也不是我能参透的 等你什么时候成了神 也许你就会明白了 别问我 我只是一个任务发布者而已 老夫人摆了摆手 够了 宁业 你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 夜神突然说话了 通过精神与宁业进行了交流 离开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吗 宁业问道 嗯 我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 离开这里吧 不必跟这个老夫人多费口舌 夜神回答 可我不知道出口在哪啊 问他 他会告诉你的 问这个老夫人 既然你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那么我想我应该要去别处找答案了 我该离开了 宁业说道 那 欢迎你下次再来 我这里虽然只是一个废弃不用的游戏世界 但它依然拥有创造游戏的功能 等你下次到来 我一定会为你跟你的朋友们准备一个精彩的游戏 老夫人笑了笑 行 那我想我的表现 也不会让你失望的 宁业也笑了笑 老夫人抬手一挥 宁业只觉得眼前亮起一阵黑雾 紧接着他就听到了一阵阵水花溅起的声响 然后等待眼前的黑雾散去 他已经出现在药堂后院的那口身井旁了 回到人类世界了 与宁业一起回来的 还有张希月跟沈佑 哎卧槽 这咋回事啊 我们出来了 怎么在梁城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进入就神的游戏了 沈佑看着宁业 满脸茫然的问道 这事儿 我一时半会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还好 游戏通过了 宁业也算是松了口气 要知道 在梁城这个废弃的服务器里 游戏没通过那会死人的 这个编故事的游戏可真够坑的呀 只让我编 也没让我参与 不过结果是好的 我虽然没有进入编造的故事里 但我也算是通过了游戏 而且是满分哦 嘿嘿 宁业 你可真厉害呀 带我躺了一个满分的鬼级游戏 沈佑哈哈一笑 哦 你们也拿到满分了 宁业一愣 是 我也是满分 奖励都发了 张希月点了点头 还能这样 那你俩待会儿不请我吃个宵夜 就说不过去了 宁业笑道 请 一定请 但 你能通过游戏 我俩的功能也不少吧 我们给你写的故事 提供了关键性的线索 一定是给了你很大的启发吧 沈佑开始邀功了 别提了 你俩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那是让凶手又投案自首又自杀的 荒诞的狠烈 啊 那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 给我说说 沈佑一听 来了兴趣 先出去 我们是翻墙进来的 这在别人家后院里聊天算什么 12点 宁业从苍明县的某家酒店的浴室里走了出来 吃过宵夜之后 沈佑跟张希悦也回酒店休息了 宁业没吃太多 他还得去鬼市吃东西呢 这个良城 这个废弃的服务器 老妇人 还有救神 关于这些 你到底还知道什么 你来良城的目的又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入口就在那个后院 我总觉得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宁业在跟夜神聊天 别问那么多 有些东西 现在还不好说 至于我的那些事情 想让你知道的时候 我会主动告诉你的 夜神倒也不否认 神神秘秘的 见夜神不愿多聊 宁业也懒得多问了 12点到了 得去一趟东部鬼街 还是老样子 到了鬼街之后 先去月来客栈吃个点心 吃过之后 去找灵老鬼 又来了 完成任务了 快拿给我看看 窝在长椅里的灵老鬼 见到宁业 直接就蹦起来 比起前几次 他言语之间 好像更加兴奋了 这东西不会是你的吧 你给我的委托 宁业将那幅画卷拿了出来 哈哈 没错 就是我的 灵老鬼小心翼翼地 结果那幅画卷 但并未打开 而是直接拿了一个 长方形的木匣子 将它给装了起来 你不打开看看 宁业问道 不用打开 一摸我就知道 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如此珍贵之物 我得等到没人的时候 我自个儿好好欣赏 灵老鬼嘿嘿一笑 又不是春宫图 你一个人还藏被窝里 偷偷看干嘛 宁业理解不了 宁业的恶趣味 你不懂 你又不喜欢收集 这些古玩字画咯 若是春宫图 咱俩一起看也行 反正我不害臊 灵老鬼白了宁业一眼 我可没这种爱好 任务完成了 奖励总得给我吧 你说这次的奖励非常神秘 还能给我一个惊喜 我倒要看看 你能给我什么惊喜 宁业直接伸手了 说是惊喜 那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要给你的东西 你绝对意想不到 而且这是每一位收集者 都梦寐以求的宝贝 灵老鬼自信一笑 然后掏出了一张 暗金色的卡牌 递给宁业 暗金色的卡牌 宁业还是第一次见 而且这张卡牌 比一般的卡牌要重 花纹结构 正面则是一幅太空图 在这幅太空图上 只画了两颗一模一样的星辰 在辽阔的太空之上遥遥相望 这是什么卡牌 宁业好奇地问道 它叫做双子星 唯一型卡牌 整个旧神的游戏里 你找不出第二张这样的卡 而它的作用吗 嘿 我希望我说出来的时候 你能够让我在你的脸上 看到惊讶与惊喜的神色 灵老鬼先掉了 刁为宁业的胃口 你且说说 我尽量做到 宁业摆出一副 你只管吹 我来配合的样子 众所周知 收集者这个职业虽然非常稀少 但这个职业的上限 以及前途是无限的 只是成长起来的难度很高 你自己就是收集者 关于收集者 在成长路上遇到的困难 我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很清楚 收集者的厉害之处 就在于变数太大 底牌太多 你永远都不知道 一位优秀的收集者 他到底有多少张底牌 他到底掌控了多少种 让你惊讶的神力 唯一可以知道的是 收集者一次性 只能使用一张卡牌 一种能力 这可以说是收集者 唯一的软肋了 但现在 你有了双子星这张卡 你的软肋就不存在了 双子星卡牌的效果就是 可以让你选择 同时使用任意两张卡牌的神力 灵老鬼这话一说完 他马上就看到了 宁夜的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不是装的 宁夜脱口而出一句感叹 卧槽 怎么样 够不够惊喜 宁老鬼得意的看着宁夜 这何止是惊喜啊 这也太牛了吧 宁夜发自内心的笑了 可以任意使用两张卡牌 是什么概念 目前宁夜手里最厉害的两张卡 是七星官大弟子 以及机甲卡 现在 他可以同时使用这两张卡 同时获得这两张卡 所赋予的神力 双子星这张卡 别说你了 99%的就是玩家 甚至都不知道它存在 这可是真正的宝物啊 现在 它归你了 你把它收集了 那么它的效果就直接生效 今后 你就是救神的游戏里 唯一一个拥有双子星的人 唯一一个可以同时使用双卡的玩家 One and only 你就是唯一 灵老鬼很应景地 在今天说了这样的一句英文 你有这种好东西 不早拿出来 早点说的话 我他妈直接挑战轨迹游戏好吧 命夜麻溜地将卡牌收入背包 放入卡组 收集 你小子是厉害 但我也得考验一下你的能力吧 保健赠的是英雄 你的表现得到了我的认可 那我才会把这东西给你 再说了 以后你在我这里接到的委托 那难度都是轨迹以上的 我为了让你今后的路走得更顺利一点 这才把我的委托给了你 你自己也争气 把话卷都拿回来了 我之前跟你说过 轨迹游戏很有可能会遇到强大的生物 你有了双子星卡牌 实力上涨 今后通过游戏就会相对轻松一些 灵老鬼语重心长地说道 说到实力 那光头方给我打造的东西 进度如何了 宁夜问道 这你可别急 我昨天去他那瞧了一眼 他说还没开始呢 慢工出细活 他这次也是卯足了劲 要做一票打的 你就等着呗 灵老鬼回答 行 我也不急 就是问问 我可能不会每天都来 你得帮我监工啊 放心吧 我们鬼街的人 各个都是讲信誉的 说白了都是生意人 诚信最重要 既然是生意人 那下一个委托 给我吧 我都迫不及待了 宁夜笑道 早就准备好了 给 灵老鬼再一次拿出一枚 祈福令牌 递给宁夜 这次是谁的委托 宁夜问道 老规矩 保密 等你完成了之后 带着东西来找我 一切就会知道了 保持点惊喜 也能多给你一点动力不是 灵老鬼又卖关子了 那什么条件呢 鬼舞难度 分数就不用我再说了吧 都一样 鬼集游戏 五星难度 满分通过是吧 宁夜虽然听懂了 但还是想确认一下 没错 灵老鬼点头 行 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次日 宁夜三人在苍明县内 放肆地游玩了一整天时间 著名的景点都去了一遍 虽然有点走马观花之意 但也算是畅快 宁夜也是 好久没有出来旅游了 没接触到就是那游戏之前 那是整天窝在房间里 打游戏当带恋 没什么时间出门 现在他可是赚了不少钱 可得犒劳一下自己 沈幼为了专心于救神的游戏 现在也已经辞职了 他一进游戏人就消失了 上班式上不成了 干脆炒了老板的鱿鱼 晚间 三人走在苍明县的街道上 享受着清凉的晚风 宁夜 你现在的精英选拔赛积分有多少了 沈幼嘴里咬着一块香喷喷的烙饼 一边吃一边问 这货的胃口是真的大 刚吃完晚餐呢 见到路边有卖烙饼的 立马就是买了一块 四分 宁夜说道 打通了荒诞故事之后 宁夜的精英积分就有了四分了 这个分数已经有很大的概率 可以参与明年的特殊活动了 四分了吗 我才二分 看样子 我得加把劲了 听到宁夜的分数 沈幼显得有点惊讶 小张你呢 沈幼又问向张希月 三分 张希月回答 嗨 你们都比我分数高啊 真是 要不是我在老家乡下 被跳大神跳了好几天耽搁了时间 我才不会落后你们这么多呢 沈幼开始找理由了 别急 时间还是有的 距离过年还有一个月多一点呢 宁夜说道 那我还是得抓紧时间赶一赶进度啊 别到时候你们都参加了明年的活动 卧下我一个人多没面子啊 不行 不能继续逛街了 咱回酒店吧 我要去参与游戏了 沈幼一口将剩余的烙饼给吞干净 觉得自己不能再玩下去了 行 回吧 完了一整天了也都累了 小张 你要继续逛吗 宁夜问道 我 我可以啊 你呢 张希月倒是无所谓 那我跟沈幼先回去了 你一个人逛吧 宁夜搂住沈幼的肩膀 听了宁夜的话 张希月简直无语 只能丢给宁夜一个白眼 什么叫你一个人逛 这他妈是人话 钢铁直男也不过如此了吧 那我也回 张希月也是拿宁夜没办法了 一个人逛街可太无聊了 三人回到酒店 宁夜坐在窗前 晃着一杯红酒 配上这窗外绚烂的都市场景 独享着这份安宁的夜色 沈幼说他要去打游戏了 宁夜今天可不想打游戏 他想放松放松 打开酒店房间配备的电脑 找了一部电视剧 刚准备看的时候 一封就是那邮件就发过来 各位玩家 精英选拔赛进行到现在 已经诞生了一批优秀的玩家 精英积分在三分以上的人数 目前达到了177,899位 截止到此刻 大部分游戏都是玩家与玩家之间 进行单独对抗 或者是纯粹的单人游戏 有着同城规避的原则 为了让精英选拔赛 更加具备趣味性 现在就神将邀请诸位玩家 进行小规模的城市对抗赛 规则是 同城的玩家最多 可以组队五人进行城市对抗赛 视为团队对抗 获胜的团队成员 皆可获得一分精英积分 想要参与团队对抗的玩家 现在就可以邀请同城好友 一起选择某款游戏进入 祝各位玩家 游戏顺利 宁夜刚把这封邮件看完 房间的门就被敲响了 准确的来说是锤门 因为这敲门的声音 简直就跟放炮一样像 你是想把这酒店的门 给拆了是吗 宁夜打开房门 一脸无奈的看着门外的沈佑 拆就拆了 老子又不是赔不起 你收到邮件了没 团队赛呀 沈佑兴奋的手舞足蹈 看到了 你瞎激动什么 宁夜淡定得很 那我们三个人 可以一起打游戏了呀 这也算是精英选拔赛 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 兴奋的事情吗 沈佑哈哈大笑 这笑声刚落下 祝宁夜隔壁的张希月 也开门出来了 新的规则出来了 团队赛 你们怎么看 张希月走了过来 还能怎么看 直接干 现在 此刻 沈佑已经等不及了 她的积分最低 生怕赶不上宁夜跟张希月 可我还打算看个电视剧 就睡觉了呢 宁夜叹了口气 看样子 又得去救神的游戏了 宁夜 你怎么能这样呢 年纪轻轻的 咋能一点斗志都没有呢 你这个年龄段 你睡得着觉 沈佑严肃地批判了宁夜的懒惰行为 行 我看你们俩这样子 我就知道我没得休息了 进来吧 商量商量 可外边站着干嘛 宁夜把两人拉进房间 关上门 快 宁夜你来选 你想打什么游戏 我都行 沈佑一点都不挑 一切全凭宁夜定夺 我也是 你选吧 张希月复议 那我也得了解一下 你们的具体实力吧 都说说 到什么阶段了 宁夜说道 我的神拳到了 西游阶段 血脉觉醒度28% 沈佑回答 我也是 西游阶段 血脉觉醒度91% 我信奉的神明是 火神助容 张希月接着说道 91%的觉醒度 宁夜跟沈佑一听 都是吃了一惊 这可有点厉害了 已经很接近 史诗阶段了 张希月果然是有点东西的 宁夜虽然不止一种神力 但他所掌控的神力之中 觉醒度最高的 也就是狼人与机甲 都是西游阶段20%的觉醒度 张希月道好 直接就是西游阶段 91%的觉醒度 连沈佑的血脉觉醒度 都比宁夜高 这只能说明 他们的修行是专一的 只要通过游戏 那么就专注提升这种神力 而宁夜因为掌控的神力过多 导致他得羽露均粘 每张卡都得提升 而且还拿到了不少特权卡 道具卡之类的 与提升血脉觉醒度 无关的东西 因此 虽然宁夜的纸面实力 没有很强 但宁夜可绝非看起来那么简单 原来你们都挺厉害的嘛 那好 咱直接就选鬼舞难度的游戏 既然如此 那宁夜就没什么顾虑了 在救神的游戏页面上 宁夜挑选了一款 鬼舞难度的游戏 要玩 那就玩大的 宁夜选择的这个游戏 名为孤岛生存 游戏类型 生存对抗 游戏参与人数 30人 游戏 开始 天空是蔚蓝的 万里无云 树枝觅食的海鸟 翱翔在辽阔的苍穹之上 脚下是一片柔软的金色沙滩 穿着一双酒店拖鞋的沈佑 立马就感受到 这被火热的猎羊 照射的滚烫的沙力 所传来的温度 嘴里怪叫一声 卧槽 烫脚 谁让你不换鞋的 宁夜白了沈佑一眼 接着观察眼下的环境 既然游戏名为孤岛生存 那么游戏的场景 自然就是一座孤岛 沙滩之外 便是一片无垠的蔚蓝海洋 水天相接 一眼望不到尽头 朝后看去 可见一片郁郁葱葱的岛上森林 大量的热带植被 将孤岛彻底覆盖 如同一颗绿色的宝石一样 点缀在孤岛的表面 游戏之初 未可窥见孤岛的全貌 不知道孤岛的面积 究竟有多大 可以看到的是 在这片金色的沙滩上 算上宁夜三人 一共占着30名 来自不同城市的玩家 30名玩家 此刻都是在 打量着游戏的环境 以及游戏内的对手 每个人的目光里 多多少少都带着一丝敌意 30个人啊 宁夜 除了城市争霸赛 我可还没参加过 这种规模的游戏呢 沈佑也在打量着其他人 他没有惧怕之意 言语之间只有兴奋 谁不是呢 宁夜耸了耸肩膀 30个人的生存游戏 宁夜也是第一次参加 我倒是参与过一次 21人的游戏 张熙月淡定地说道 哦 你赢到了最后 宁夜好奇地问道 不然呢 张熙月看着宁夜 牛 宁夜竖起大拇指 各位玩家 孤岛生存游戏已经开始 这是游戏内的第一天 第一天 就神只宣布一条规则 那就是所有游戏内的玩家 不管实力强弱 饥饿度的感受都会加倍 饥饿除此之外 第一天没有任何规则 请大家自行在孤岛内 用一切手段生存下去 靠 这不说还好 你说我立马就有些饿了 看完就神的邮件 沈又立刻就摸了摸肚皮 宁夜没感觉到饥饿 但他此刻的拳头有些发痒 因为他看到了两个熟人 站在离宁夜 将近20米远的沙滩上 一个女人走到了海边 站在了浅滩的礁石裙上 向着远处眺望着汪洋大海 这个女人的行为 引起了所有玩家的注意 特别是男性玩家 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 那纷纷都是露出了 男人才懂的目光 有物啊 这女人是谁 墨上魏鱼 他感受到了 大家那如同娇羊一般的 灼热目光 但他显然也已经习惯了 就像是太平公主 木瓜星灵曾经说过的话一样 墨上魏鱼的身边 时时刻刻都围绕着不少男人 他非常清楚 自己的外貌身材有多吸引人 而且他似乎是做好了 来海岛度假的准备 一身的穿搭很是清凉 下身是一件米白色的超短热裤 露出那笔直白皙的大长腿 吸睛无数 脚上则是跟沈佑一样 是一双沙滩拖鞋 上身 则是一件露齐 露空设计的短袖女士夏自杉 那迎一握的小腰 与挺翘的臀部 呈现出了完美的弧度 T恤的胸前 还开了一个新型的小洞 一抹刺激视觉的白色沟壑 若隐若现 卧槽 宁夜 你在看什么 看那个辣妹 眼睛都快沾在人家身上了 沈佑发现了 宁夜盯着墨上卫鱼看个不停 顿时就开始调侃宁夜了 哼 宁夜没说什么 只是用鼻腔的哼声 来回答沈佑的问题 咋的 看上了 沈佑看着宁夜的眼睛 发现宁夜的眼睛里 好像没有那种男女之意 看上了 又怎样 宁夜笑了笑 得 老子现在就去帮你问联系方式 沈佑说着 就要朝着墨上卫鱼走去 不用 在这个游戏里 我跟他之间 很快就会有联系了 宁夜拉住了沈佑 你认识她 张熙月不愧是也是女人 马上就察觉到了宁夜的异样 嗯 宁夜点头 你喜欢这种女人 张熙月接着问道 喜欢啊 我可太喜欢她了 宁夜冷笑一声 张熙月没听懂宁夜的弦外之音 她最先看到的 是她跟墨上卫鱼之间的区别 张熙月的穿搭 就是一身很正常的秋装 而墨上卫鱼 则是性感火辣的装扮 将自己的身材优势 展现的淋漓尽致 有什么好看的 我也不差呀 张熙月在内心里暗自嘀咕 同时 也不由自主地 挺起了自己的胸脯 墨上卫鱼有的 她也有 这一点 宁夜心里是很清楚的 除了墨上卫鱼之外 这座孤岛上 还有另外一位熟人 就是那个在城市争霸赛里 与墨上卫鱼 联手将宁夜 避入绝境的 遇见飞行的男人 宁夜还不知道她叫什么 但看到她也在人群中 那宁夜只能认为 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墨上卫鱼 跟这个男人 显然不是同城的人 否则他们不可能 在城市争霸赛内 出现在同一个大区 但他俩是认识的 这次 巧合的跟宁夜 再一次碰到了 好啊 都在 那就好 冤家路展示吧 那就看看这次 到底是谁 能够笑到最后 墨上卫鱼 其实早就看到宁夜了 并且 在他的心里 已经不再把宁夜 当作是一个 可以任意拿捏的人 城市争霸赛里 当他看到宁夜化身 成为邪悦狼王的时候 他就知道宁夜不简单 既能抓鬼 又有狼人的能力 那必然是收集者 墨上卫鱼知道 收集者的厉害 他不会轻视 任何一名收集者 尽管他还是认为 宁夜只是一个 弱小的收集者 但不可掉以轻心 站在礁石群上的 墨上卫鱼 忽而一个转身 将眼光投向了 远处的宁夜 正好宁夜也在看他 两人来了个隔空对视 双方都没有 回避对方的目光 而且都在从 对方的眼神里 看出那强烈的敌意 空气之中 似乎都在闪烁着 爆裂的火花 墨上卫鱼嘴轻笑 露出邪魅的神态 那仿佛是在告诉宁夜 小子 这次又遇到姐姐了 看姐姐我怎么玩弄你 宁夜的回应非常简单 伸出右手 做出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竖起终止 孤岛的第一天 没有规则可言 来到这里的30位玩家 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交谈 大家似乎都很有默契地 开始分头探索这座孤岛 您也刚看了一下 系统页面的提示信息 看到了30名玩家 分别来自于 10座不同的城市 即是三人一组 总共10组 墨上卫鱼 来自于一座名为 秀谷之都的城市 这座城市 那可是就神世界里 威名赫赫的存在 在历届的城市争霸赛里 秀谷之都都有玩家 被选入名人堂 这次的游戏 秀谷之都一共来了三名玩家 除了墨上卫鱼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男人 一个ID名为叶峰 一个ID名为怨辰 从秀谷之都出来的玩家 都不简单 而且他们两个 还能跟墨上卫鱼组队 也就更能证明他们的实力 即便就神 并未把玩家的成绩数据放出来 但所有玩家看到 这次的游戏里 有秀谷之都的人参与 那都是暗道不妙 这块硬骨头 谁能啃得下呢 现在并未宣布规则 而且参与游戏的人数这么多 搞不好会出现双赢 或者多赢的局面 到时候 谁能跟秀谷之都的玩家组队 那就是占了先机了 一切规则未明 谁也不会轻举妄动 先探一探这座孤岛吧 宁夜三人选择 先沿着孤岛的边缘 沿着海滩 从孤岛的西部走去 孤岛的外围 除了刚开始玩家所在的 那片海滩之外 其余的地方 地势都不平坦 它的西部 是一片巨大的悬崖断壁 高出海平面 足有200余米 当宁夜三人 大概走了十分样子之后 便没了路 沙滩到了尽头 再要往前走 就得爬上这高高的悬崖 或者是跳入海水里 从海里游过去 怎么走 沈佑抬头看着 这高高的悬崖问道 上去看看吧 能上去吗你 这挺高的 而且是垂直的峭壁 表面先有落脚着力之处 宁夜打量了一下眼前的悬崖 担心沈佑这个 纯物理型的战士 没有登高的能力 切 小看人了不是 沈佑瞪了宁夜一眼 然后伸出右手 屈指坐爪状猛地退出 五指扣在坚硬的悬崖石壁上 神拳赋予他那强大的力道 使得他的五指 如同锋利的力气一般 切入岩石内部 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手 在这片几乎没有着力点的悬崖上爬上去 那我先上去看看吧 张熙悦单脚一点 顿时一股灼热的气息 从他的身体内散发出来 整个人就这么漂浮了起来 他很轻松地 就飞到了半空之上 这应该是一种 类似于漂浮术的魔法 身为火神的传承人 在游戏里算作是法师 法师会飞 这好像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我去 他会飞耶宁夜 你看见没 沈佑这会儿像是壁虎一样 趴在悬崖上 抬头看着轻松月上半空的张熙悦 那满脸都是羡慕啊 我他妈又没瞎 当然看见了 宁夜说道 你呢 你是收集者 你不会也有飞行的能力吧 那我他妈一个人慢慢爬 也太丢人了 沈佑可怜兮兮地 转头看着宁夜 我不会飞 陪你一起爬行吧 宁夜无奈一笑 他的确不会飞 虽然现在的预空术已经得到加强 但宁夜无法使用预空术来控制自己的身体 他只能控制其他物体 可控制物体的重量也只在百斤左右 再重一点宁夜就控不住了 上次在龟须之海里控制大阪府的身体 那是因为有海水漂浮的作用 很省力 要不然宁夜还真控不住大阪府 那将近200来斤的躯体 宁夜爬 那行啊 咱俩可以比比赛 沈佑一听 乐了 那怕是你比不过我了 你是力量型的 我可是敏捷型的 宁夜嘴角易扬 双手画爪 锋利的狼爪探出 双眼染上一抹星红 宁夜猛然一个冲刺跳跃 整个人拔地而起 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 一下子就跳起将近30米的高度 贴近悬崖之际 双爪刺入峭壁 稳住身形 狼人进化为稀有阶段之后 各方面的身体素质大大提高 每当宁夜变身为狼人的时候 他都有一种充满了力量的感觉 你耍赖啊卧槽 这一招我也会 沈幼在底下大喊 搞快点吧你 宁夜轻笑一声 手脚并用 开始在悬崖峭壁上 疯狂地往上冲刺 如同一只在野猿狂奔的恶狼 这速度 说是如履平地也不过为了 很快 宁夜就冲到了悬崖的顶部 张熙月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这座孤岛 像是一个凹陷的盆地 外部的四周 全都是高高的悬崖 而内部的地势 则是陡然往下降 你看 东南北部都是悬崖 将这个孤岛的中心彻底围住了 张熙月指着远处的方位说道 没错 这的确像是一个盆地 悬崖四壁 倒是如同城墙一样 宁夜点头 站在这里 视角极为开阔 可以看到整个孤岛的全貌 孤岛的面积很大 远比宁夜想象中的还要大 内部的盆地区域 是一片茂盛的森林 你有什么想法 张熙月问道 暂时没有 先逛一圈吧 顺便看看 这片森林里是否会有食物 游戏的类型是生存 而且就神已经说明了 不管是谁 在这个游戏里的饥饿感都会加倍 那么我们必须要找到食物与水 这也是生存的根本 边走边看吧 宁夜回答 嗯 两人交谈之际 沈幼也爬了上来 哎 我开始后悔了 我怎么就选了神拳呢 这个神力 机动性太差了呀 沈幼喘着气儿埋怨 别急 任何神奇的力量到了后期 都一定会赋予你一定的机动性的 到时候 指不定你能破碎虚空 踏天而去呢 宁夜笑道 我就是开个玩笑嘛 我身为打黑拳的人 那我肯定选神拳这个职业 只不过 在我提升实力的过程中 我没有太偏向于机动性而已 我要的 那是拳拳到肉 能够听到骨头碎裂血管爆破的打击感 爬墙算什么吗 我擅长的是打架 真刀实枪的干一场 那才能展现我的实力 沈幼嘿嘿一笑 我看 这次的游戏 会有很多机会让你展现实力 到时候 可别让我失望才是 宁夜说道 放心 别的不说 打架这一块 老子从来没蓄过谁 下午三点左右 宁夜三人 坐在孤岛南部高高的悬崖之上 看着下方的海水 卷起迅猛的浪潮 拍打在悬崖之上 激起千层白浪 还仅宜人 但此刻 宁夜他们却无心观赏 卧槽 我不行了 太饿了 而且可得厉害 沈幼瘫倒在地面上 用手挡住这次眼的阳光 有气无力地抱怨 刚进入游戏的时候 沈幼就说自己感觉到饿了 宁夜还以为 那是他在阅读了游戏的规则之后 出现的心理作用 但现在 宁夜自己也感受到了 强烈的饥饿感 不仅饿 还口干舌燥 非常渴 嘴唇都干了 起了一层白白的死皮 游戏才开始不到三个小时 但包括宁夜在内的所有玩家 都已经被陷入饥饿与缺水的困境 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但所有人都明白 这就是游戏的规则 玩家的饥饿感 何止是加倍啊 正常人一天不吃不喝 也不会出现现在这种 几乎要眩晕的感觉 没得吃 那还能熬一段时间 但没有水喝 那真的是立刻就能 把人逼入绝境 水 是生命之源 宁夜也着实没有想到 在这个游戏里 他们会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之内 就到了不喝水 可能会渴死的情况 我们得找到水 宁夜舔了舔干巴巴的嘴唇 察觉到了一丝痛意 嘴唇已经干裂出血 哪有水 我们已经把孤岛的外围 给逛了一圈了 根本没有可饮用的淡水 我他妈都有一种 想要去喝海水的冲动了 沈佑说道 海水是不能喝的 其一是因为 海水含有的杂质过多 其二是因为海水的严度过高 高于人体细胞内液体的浓度 一旦大量饮用 反而会导致人体水分流失 严重的会导致脱水 甚至中毒 海水不是不可以喝 但没有人会把它当作是 饮用水一样拿来解渴 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常识问题 沈佑当然也是明白这一点的 只不过 现在他实在是太渴了 孤岛上暂时没有发现 可饮用的淡水资源 现在面前只有一片汪洋大海 那涌动的水面 看着可太诱人了 往里走 去孤岛的深处看看 起来 宁夜一把将沈佑给提了起来 前面有人 张希月指着前方的丛林说道 宁夜顺着张希月指的方向看去 看到了三个人 正朝着他们这边走来 三个男人 应该是同一个做城市的玩家 这三个男人 快速走到了宁夜他们面前 然后打量了一下宁夜三人的模样 其中一人便叹了口气 看样子 你们也没有找到任何的水资源 念了一般的样子 便也猜到了宁夜他们也处于缺水的情况 怎么 你们也没找到可饮用的水吗 宁夜问道 没有 从进入游戏开始 我们就在寻找水资源 但就目前而言 我们连一滴水都没有找到 带头的男人也是有些绝望了 这座孤岛这么大 你们一定没有找遍所有地方吧 我想 既然这个游戏 仅仅才开始三个小时 就把我们逼到死角是不可能的 这座孤岛上一定有水资源 你们都去过哪 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我们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我们已经把孤岛的外围给逛了一遍 没有找到水 宁夜说道 这会儿 大家都缺水 宁夜也就没有跟其他玩家勾心斗角的想法了 大家都开成不公一点 把自己探索过的地方说一下 这样避免重复去同样的地方寻找 我们是先探索了北边 然后深入孤岛中心 从中心处又向着南部这边一路走过来 但是一无所获 现在碰到了你们 领头的男人回答 如此 那我们就要去西部跟东部看看了 宁夜说道 不是我打击你啊哥们 我们一路走来 除了碰到你们之外 还碰到了其他城市的玩家 他们有的是从东部探索过来的 有的是从西部探索过来的 这些玩家统统都与我们一样 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的水资源 也没有找到食物 我们走到这儿 算是孤岛南部的尽头了 虽然我们三个人 没有把整个孤岛给全部找了一遍 但结合其他玩家的信息 可以得知 这整个孤岛上 既没有可饮用的淡水 也没有可食用的果实 没有可猎杀的猎物 你们要不信 可以自己去找 我们不会再去森林里寻找了 我们得去大海里寻找生机 男人指着悬崖之下的那一片大海说道 大海里能有什么生机 难道你们还指望海水里产出淡水 沈又没听明白 我们的意思是 我们打算出海寻找生路 这片海域这么大 指不定还有其他的岛屿呢 我玩救神的游戏 也有快一年时间了 想要在游戏里活下去 必须出奇之胜 待在这里不是办法 虽然游戏的类型是孤岛生存 但就神可没说 这里不止一座孤岛 而且也为限制玩家离开孤岛 领头的男人说话的语气很坚定 看样子已经下定决心了 那我只能助你们一路顺风 宁夜说道 其实宁夜也想过出海 但现在不是出海的时机 这座孤岛上的玄机都还没弄明白呢 急急忙忙的离开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三个男人选择出海 而宁夜三人 则是朝着孤岛的中心进发 大概半小时后 在孤岛森林里一边探索 一边寻找水资源的宁夜三人 一无所获 这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到处都是象征着生命的绿意 但此刻 在所有玩家的眼里 这无疑是一片绿色的沙漠 毫无生机可言 各位玩家请注意 游戏进行到现在 想必各位玩家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缺水情况 这座孤岛之上 没有任何可引用的淡水资源 现在 救神已经在孤岛的西部 标记出了一个高亮点 请各位玩家在15分钟之内 前往标记处 找到一座祈福神殿 在祈福神殿处 各位玩家需要一起来 参与一个小游戏 游戏一旦通过 则可以获得水资源 以及食物 15分钟之内 不能赶到祈福神殿的玩家 将是做放弃此次的 小游戏环节 与其不后 该小游戏名为 饥饿游戏 生命的赌局 通过救神发来的邮件 可以得知 目前整个孤岛内 都没有可引用的水资源 以及食物 想要拿到水与食物 就得去参与一个小游戏 所有收到这条消息的玩家 全都立刻赶往了 孤岛的西部 现在在孤岛西部的某处 有一条冲天而起的光束 这就是就神给出的标记 在孤岛的玩家 都可以看到 这条只差天际的光束 宁业三人 也是立刻赶往祈福神殿 15分钟之内赶不到的话 那就无法参与这个小游戏了 30名玩家都不是普通人 也没有新手存在 不管从那个方位开始走 15分钟内 赶到孤岛西部 都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那三个 离开了孤岛的男人 这三个人 在半个小时之前 就离开了孤岛 现在 他们已经消失在海面上了 不知去想 15分钟之内 他们是无法赶回来的 参与此次小游戏的玩家 应该只有27个人 10分钟后 宁业三人抵达目的地 宁业员以为 祈福神殿 应该是一座巨大恢宏的宫殿 但到了这里之后 才发现 这只不过一个破旧的废墟 也许连废墟都算不上吧 因为这里只有 四根巨大的石柱子 分别注立在 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神殿的场景设置非常简单 除去这四根巨大的石柱子之外 还有一个略高于地面的 像是转盘一样的巨大石盘子 石盘子的直径约为20米 中心 立着一根高约1米 宽约20厘米左右的方形石柱子 石柱子上 则是摆放着一本 用石头雕刻而成的书籍 那道冲天而起的光束 就是从这本 放在石柱子上的书籍里发出的 书籍的样式是翻开的 页面空白 在书籍的旁侧 摆放着一支 像是旧时代 拿来书写文字的褐色羽毛笔 祈福神殿的模样便是如此了 它坐落在茂密的丛林深处 以岩石为结构 内部没有任何植被生长 像是一个裸岩地带 宁业三人赶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有将近20名玩家 在此等候了 所有人都处于饥渴难耐的状态 再加上这天气燥热 站在这火辣辣的阳光下 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浮躁的 躯体 却是虚弱的 15分钟的倒计时还没有结束 祈福神殿并未对外开放 这四根巨大的石柱子之间 产生了某种联系 使得柱子与柱子之间 出现了一面无法被破坏的空气屏障 玩家们没办法闯进去 只能暂时在柱子以外的地方等候 20余人的站位分得都比较散 但巧的是 宁业到了这里之后 便直接遇到了墨上卫鱼的团队 以及那个遇见男人的团队 来的路上 宁业也遇到了其他城市的人 通过与他们交谈 得知这个遇见男人的ID叫做黑牙 是黑沙士的玩家 宁业曾经在老颜的嘴里 听到过黑沙士这个名字 老颜就是从这座城市逃出来 然后转到了灵罗市 小子 还记得我吗 黑牙见到宁业 便直接走了过来 带着一股子挑衅的依偎 开口问道 哟 这不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怎么 还想尝尝狼爪 切开你胸膛的滋味是吗 宁业冷笑一声 在城市争霸赛里 宁业是追着这人一顿打 把他打得狼狈逃窜 呸 那不过是你走了狗屎运罢了 饶是如此 在城市争霸赛里 你也逃不过死亡的命运 这次你不会再有这种运气了 我说了 你最好祈祷着别在游戏里遇到我 看样子 你的祈祷被神明给忽视了 黑牙黑黑一笑 那你可错了 我日日夜夜向神明祈祷 祈祷着能够在游戏里遇到了你 看来神明还是眷顾了我 这次你依然拥有上次的运气 因为你仍旧可以去抱女人的大腿 他就跟你边上站着呢 如你所愿 城市争霸赛上的场面会再次上演 但这次的结果将会不一样 届时 我切开的就不是你的胸膛 而是你的脑袋 明夜淡定地说道 哈哈 你以为你还能拿到强化药剂 晋升为邪阅狼王吗 你就是个靠着药剂 运气好利用游戏规则来逞能的废物罢了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我说到做到 而且 我不需要跟莫总合作 捏死你 轻而易举 黑牙没露凶光 什么情况 他妈的 你要打架是吗 敢跟我兄弟叫板 来 话得到 老子打得你亲妈不认 沈佑看着黑牙力嚣张的样子 立马就跳出来 指着黑牙的鼻头吼道 有架打 沈佑甚至都不觉得渴了 这架 暂时是打不起来的 身为游戏里的老玩家了 大家都知道 在游戏的规则上 未摸透之前 没有必要起冲突 因为在救神的游戏里 很多时候 你会需要其他玩家的帮助 来让你通过游戏 这里的帮助 不是指齐心协力 而是指 你需要其他玩家替你去死 就像在灯神掌街里一样 如果开场就乱杀 那游戏的规则就会混乱 也许最终可以通过游戏 但拿不到满分 当游戏的规则出现 有人必须死的时候 那么 其他玩家存在的价值就有了 要打要战那是迟早的事情 但不是现在 你俩的火药味 有够重的吗 我看 还有三分钟倒计时就结束了 赌命的游戏即将开始 虽然还不知道游戏的规则 但既然是赌命 要不 你俩就以这次的游戏为赌局 赌一场 墨上卫鱼也走了过来 开始插话了 墨总 你可真会开玩笑 他的命跟我的命能相提并论吗 他可不配跟我赌 黑牙笑了笑 根本不吃这一套 墨上卫鱼这是典型的拱火行为 黑牙又不傻 况且真跟宁业赌命 他也不敢啊 赌局 行啊 既然你想看别人赌 那还不如自己参与 你想赌 我就跟你赌 敢是不敢 宁业直接看向墨上卫鱼 发起挑战 哟 小家伙现在说话 倒是硬气的很呀 也不过是粤鱼时间没见 翅膀就硬了 忘记在城市争霸赛里 是怎么被我支配的了 墨上卫鱼笑嘻嘻地看着宁业 不正面回答宁业的问题 他也是个人惊 这游戏规则尚未发布 谁知道饥饿游戏的命运赌局 会是一个怎样的形式 他怎么会答应宁业呢 说来说去 也不过是嘴炮罢了 谁上当 谁傻逼 不敢就闭嘴吧 宁业也懒得跟他啰嗦 15分钟倒计时结束 尚未赶到祈福神殿的玩家 将无法参与此次的游戏 经过统计 30名玩家之中 有27名玩家参与此次的游戏 现在宣布命运的赌局游戏规则 祈福神殿是一座供奉着恶魔的宫殿 虽然现已破败 但在此处进行祈福 恶魔依然会听见 如果你们需要从恶魔的手里 拿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那么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命运的赌局 也称之为恶魔的交易 生命的交易 请所有玩家听清楚 游戏规则非常简单 所有参与游戏的玩家 需要写下一个数字 因为参与游戏的玩家 一共有27名 那么玩家们所写的数字 就只能从1到27 这27个数字里选一个 每个人都只能写一个数字 如果27名玩家所写的数字 出现重复的情况 比如 有两名玩家都写了一这个数字 那么便达成了恶魔的交易 写了相同数字的玩家 将被恶魔吞噬而死亡 失去游戏的资格 淘汰 并且遭到游戏失败的审法 与此同时 其他写了不同数字的玩家 将获得食物与水 这是死亡的玩家 用生命作为筹码 为你们换来的 提示 如果有三个人写了同样的数字 那么这三个人也将同时死亡 即 只要数字相同 不管写了这个数字的玩家有几位 都会同时死亡 机会 只有一次 祈福神殿的命运赌局 只开启一次 错过了就没有了 这也是你们目前在孤岛上 能够获得食物与水的唯一途径 游戏不限时间 想好了 该写下什么数字的玩家 随时可以前往 祈福神殿的时台处 在那本恶魔法典上 拿起羽毛笔 写下你的数字 只有当27位玩家 全部写完数字之后 游戏才算结束 活下来的人 才能拿到食物与水 祝各位 好运 当救神把命运赌局的规则 宣布完了之后 在场的27名玩家 统统愣住 规则极为简单 一眼就能看完看懂 哼 这算什么 当真就是赌命 每个玩家从1到27 然后直接死亡并淘汰 纯粹的赌徒游戏 只看运气吗